2021年7月7日 光之兄弟群体 登上宁静、欢乐、和谐、圣爱的阶梯 传导莫妮克马修 译者卢颖 你们可以做个非常简单的练习 只有通过简单的方法才能真正取得进步 当某种方法过于依靠头脑之力时 你们就不是在用心灵工作 而完全是在用三维的意识工作 这个练习就是台阶冥想练习 你们可以在冥想时多做几次 观想一段楼梯出现在自己面前 上面的台阶是金黄色的 首先登上第一级台阶 感觉自己非常平静 登上第二级台阶 感觉自己处于更深更深的宁静之中 登上第三级台阶 试住去吸收和觉知和平与宁静的能量 让这些能量在自己全身运行 不仅在肉体中 也在精微体中运行 尤其要让它们在情绪中心理运行 登上第四级台阶 它是平和的 这里没有任何想法和情绪 你们只是感觉很好 现在面前有一个奇妙的平台 登上这个平台 你将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之所示 看到自己所代表的 尽量看到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生命有多么美好 无论是矿物 植物还是动物 这些生命都来自源头 在这个平台上休息一会儿后 还要登上三级台阶 登上第一级台阶 它通往一个新的平台 这是欢乐的台阶 站在这个台阶上时 你们感到全身都处于欢乐之中 你们的灵魂在歌唱 你们被欢乐充满 感到自己非常幸福 你们刚才已遇到过宁静与和平 在这个台阶上又遇到了欢乐 在登上这光之楼梯的一个新台阶 在这儿你们会遇到和谐与美好 那是你们自身的和谐与美好 你们感到宁静 平和 深深的欢乐 你们活得很和谐 将美好融入了自身 在登上一级台阶 在那儿 你们感受到对自己的爱与尊重 你们已经遇到过和平 宁静 欢乐 美好 和谐 而现在遇到了对自己的爱 你们深深地爱住自己之所 是既爱作为人的自己 也爱远超诸人之外的自己 现在登上最后一个平台 在那儿 一位奇妙的光之存有正等住你们 他对你们说 我是神圣之爱 我是你所期待的圣爱 我是你所希望的圣爱 我是你的一部分 也是宇宙的一部分 到我身边来吧 进入到我之中 让你与我之所是合谓一体 在这里 你们在能量与震动中 完成了圣爱的行动 这练习很容易做 会对你们大有益处 你们在简单的方法中 在心灵的能量中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要清空自己的箱子 在自身之中创造出合一 尽可能多的吸纳圣爱 宽容 同情与安宁 这会使你们做好准备 将你们带往下一个生命周期 保持警觉 不要有无意的怒气 一切都可以和平地处理 向他人发送平和与安宁 最重要 最紧急的 是你们自身的转化 是对生命真相的觉知 其余一切 都无关紧要 尽可能地放手吧 对生活放手 对他人放手 绝不要想去转化任何人 你们唯一应该转化的 只有自己 要意识到自己应有怎样的改变 对于自己的某些遭遇 如果不能放手 不能宽恕 不能理解 你们的痛苦会非常强烈 与他人相比 你们的痛苦要强烈许多 因为你们越是进化 在感觉 情感和情绪上 越会变得精致细腻 感谢观看